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现在已经稳定在6.8附近,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贬值都是正常波动,不必过分在意,除非市场出现人民币被攻击性贬值,那应当别乱。 更关键的是,不要好心大坏事,被一时之吻而大肆宣扬,人民币不可能破期等言论,这实际是在给人民币汇率挖坑,因为,有多人相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可能点破期,那这个期当然就越难破。 再也有另一种危害,一旦破期,市场信心会受到极大破坏,而这个破坏力之大那一想象。 所以,所谓市场心理关口,往往是人为因素,对某一价位牢不可破的期许越高,这个价位就越容易变成重要心理关口。 而这样的重要心理关口,反而会变得非常脆弱,一旦市场变化接近这个关口,那抛售风潮之汹涌,最容易变成强大的市场之基点。 而这个点上反击越激烈,一旦失手的危害越大,所以,以坚守某个价位,作为市场预期管理手段是最差,最傻的方式。 股市,尤其是汇市都逃不出这样的规律。 截至目前,不算升值过程,人民币对美元贬值,在其附近央行已经两次出手干预,第一次是以外汇储处被抛售击快做空者,而这次在6.84附近通过改变市场规则,而阻止了人民币的继续贬值。 尽管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,但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做法。 我们认为,更好的做法是不为人民币贬值设置底、限,同时,要打掉些不可破的市场限制,给人民币以更为宽泛的幅度空间。 所以,为什么一些手段,不能在7.20再使用,为什么不能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7以下波动一段时间? 我们必须意识到,人民币波动空间越大,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就越大,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越大,国内经济,股票市场就越容易受益货币政策。 我们不应当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绑架我们的货币政策,而让国内整体经济,得不到货币政策的帮助。 当然,这次人民币贬值过程,央行控制的比上次成熟,上次实际是一个很危险的过程,原因是国际做空势力已经了定中国央行,会抛设外汇储备阻止人民币贬值。 所以他们非常坏的为人民币设定了两头赌方案,一头是大肆宣扬人民币不能破期,破期则加速贬值,深不见底。 另一头是大肆宣扬中国外汇储备,不能跌破三万亿美元,跌破三万亿美元,人民币汇率将保不住。 为什么说这剩两头赌?如果央行采取抛售外汇储备的方式阻止人民币变值,那外汇储备跌破三万亿美元的可能性就存在,至少会给市场这样的预期。 如果央行不抛或少抛外汇储备,那是否可以击溃国际吵架,能力存移? 幸好我们顶住了,人民币没有破期,外汇储备也没破三万亿美元。 但是,在贸易下越演越烈的条件下,中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的空间要比2015年,是小多了,保期和保三万亿美元的难度也在逐渐加大。 所以我们认为,应当趁我们大要还充足,尽快破除所谓的重要心理关口的干扰,让投资者和整个世界更加适应人民币的市场化波动。 就未来而言,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,而绝不能因此而自负手脚。 实际上,美元指数当年也有个八十底,市场普遍认为美元指数八十底坚不可摧,但后来不是也破掉了? 美元指数在八十下方,不是也还还剩九? 咋了?出什么事了吗? 当然,那时美元地位确实出现踪动。 但我们必须明白,本币是否可以长期坚挺,关键要看其经济基本面的比较强度,和其他国家的比较轻度越大,货币越坚挺。 反之一然,打从2005年中国会改开始,人民币有许多年处于不断升值的状态。 而且舆论大肆论数人民币升值如何好,如何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,尤其是2010年之后,这样的声音甚嚣尘上,这也导致中国人对人民币好生恶点的情绪。 但是,有谁意识到人民币费长期高估的危害? 实际上,长期高估才是极易遭受恶意做空的关键性基础。 会向亚洲金融危机,泰州之所以遭受国际空投的狙击,关键就是常年贸易逆差之下执行固定汇率制度。 按理说,贸易逆差之下,应当赢党泰州贬值,但固定汇率制使之无法贬值,改变不变就是高瓜,就会给国际多空势力可乘之机。 那我们,中国哪? 许多金融专家,试图找到人民币汇率的理论均衡点,而因此猜测其不可破。 我们认为,这种方式完全不可取,自由浮动的核心要益就是因为货币金汇率,根本找不到理论上的均衡点,所以才让市场去自然选择。 哲学告诉我们,均衡永远是相对的,而不均衡才是绝对的。 还有人认为,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。 我们认为,这是个重大的伪命题,是绑架人民币只能升值不能贬值。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,等于在号召世界各国投机性持有人民币,升值可以赚钱,所以他们愿意持有。 但贬值怎么办?难道人民币永远升值? 不能贬值,这不是严重违费市场规律,可以肯定的讲,如果以人民币不断升值,为右耳吸引外国人更多只有人民币,那当人民币贬值之时,这些投机性持有必然变成人民币抛售力量。 到那时,我们的中央银行接得住吗? 还有一种奇谈怪论,他们把人民币贬值和中国股市楼市下跌绑垫在一起,好像只有人民币升值。 股市楼市才会涨,原理就是人民币贬值,人民币资产会重沽,如此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荒唐。 说也难怪,2005年之后股市楼市上涨却是伴随着人民币升值,人民币资产重沽的叫嚣,但我们必须明白,那是站在外地持有者的角度上,汇率变化,重沽资产才有意义,因为这关乎他们在中国的炒作。 实际上,2005年之后,由于人民币稳定升值预期,大量国际热钱进入中国,投机股市、楼市,那时全世界几乎所有金融巨头,都开设了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,在中国动辄整栋吞噬楼盘,当然也有冲进中国股市的。 但问题是,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,这些钱都跑了,也是因为他们的跑,股市、楼市大幅下跌,也才有了之后房地产政策,180度大转弯。 那现在,中国股市、楼市上外国持有者还多吗?如果主要是人民币持有者拥有股票和住房,那人民币点只会冲击股市、楼市。 所以,此一时也,彼一时也,股市没有理由对人民币升值变之来的过于敏感,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这样做,就是为了摧毁中国股市,刺破中国房地产泡沫,我们千万别上当。 但遗憾,上述常识心的道理很少有人去讲,而更多的是人云亦云,从而体现着美国的舆论霸权,真心希望中国市场分析师和有关部门的专家,能够把问题掰开揉碎对中国老百姓讲讲,以免总是被误导,而把中国经济、金融市场引向歧途。